身为女子的武则天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 正至手腕是一方面 她的狠辣心肠和过人的决断力也是必不可少 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割舍骨肉亲情 对自己的血脉通下杀手 她为了成为高宗的皇后 甚至不惜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坐上皇位之后又屡屡对女士大手 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孙女 来向天下表示自己的决心 这位公主便是中宗李显的女儿 永泰公主李先慧 唐中宗所有女儿中排行第七 武则天当政之后 李氏与武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永泰公主就是在这样 嫁给了五成四的儿子五颜姬 彼时的武则天非常喜欢豢养男宠 身为女皇的她 不免也有了男皇帝三宫六院的习惯 一日永泰公主的大哥前来为王府做客 宴会上没有注意便饮酒过度 因为李氏后裔的身份 他喝多了酒后 不免就嚷嚷开了 甚至表示非常看不惯皇帝豢养男宠的行为 还对一些嚣张跋扈的男宠点名道姓的批评 本来这样的闲话的传播速度就非常迅速 没有多久便传到了武则天新宠信的两个男宠 张氏兄弟耳中 于是这两个人便向武则天吹了吹枕边风 非常委屈地向武则天哭诉 武则天看着这两个男宠可怜巴巴的样子 心里顿时非常恼怒 于是便派人将永泰公主夫妇 连同她的歌三处以极刑 执行命令的便是钟宗李显 对母亲的旨意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反驳 只能含着泪杀死了一双儿女以及女婿 随着这场风波 朝臣们对着男宠越来越愤恨 在武则天去世之后 其男宠也落得惨淡收场 此时李显成为了大唐的钟宗皇帝 他继位之后便将女儿的陵墓迁到了乾陵之中 并且在女儿墓前刻了一个碑 碑上写着诸台毁越四个大字 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永泰公主 竟然是已经怀有身孕的 钟宗皇帝明知如此 当时却不敢向武则天请求宽恕 可见其人的软弱无能 身为李世民的子嗣 如此窝囊简直是丢仙人的脸 说到永泰公主李先慧 这里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 在一千多年后 第一个进入永泰公主墓穴的人 突然发现一个害人的场景 在墓道尽头 有一副死人骨架 歪斜的鞋坐在墙根 是二十多岁的男人骨架 一般认为他是盗墓者 因为死者的上方 开了一个很大的盗洞 又不知谁被堵死在里面 这位被陷害的盗墓者 只有颓然无助地死在这里 墙上还留下触目惊心的黑手印 这个一碰几散的骨架 最初被发现时 手里拿着一个硅甲 上面刻着知敏 永泰 生生世世之类的文字 其实这并不是一堆 恐怖吓人的盗墓贼骨架 这个人叫宋知敏 是唐代诗人宋知问的堂弟 由于其堂哥和宋知问的关系 宋知敏在无意间 结识了永泰公主 因为他的父亲当时被武则天咽起 贬为奴隶王 所以此时的他并不是公主 而是郡主 本来是一段无比美好的爱情 谁知 李先慧忽然容身为公主 他忠义得宋知敏 自然也不配他的高贵身份 无奈之下 李先慧也就是永泰公主 只得嫁给五成四的儿子 五颜姬成了政治婚姻 在永泰公主出嫁后 宋知敏悲痛欲绝 在悲伤中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 忽然听说永泰公主被刺死 他寻到林墓 掏了一个洞下去 总是不吃不喝地坐在墓中 身心惧死 最后 其好友看到现状 只好将洞口封闭填埋 成全了他们 这也就有了文浅所提到的 那恐怖一幕中 即将散架的尸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